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eader Class的交通工具有多长大家也早就有领悟到 所以这个盒子的话非常之巨大 盒会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采光来讲是好像黄昏下的一个景象 非常的暗沉 那实际上把玩之后呢 我觉得不枉费呢 我这样子苦苦的等待 而且就是那么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神域感了 就把第五集那个给出掉了 MBG载具呢 我们这一集呢 也就用载具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那么呢 先做几个最简单的一个介绍 这一款L级的玩具呢 说实在话就我的感觉 网络上看到的 好像有这一款的人还真的不多 那可能拥有最多的可考宝是这个威将的放大的版本 那我就干脆呢 以它的一个载具的形态下做一个长度的对比 其实呢 几乎是差不多 那么呢 机翼的一个宽幅来讲 也是差不多 非常的接近 两者的一个机翼的大小 是很接近的 好 尽量给各位做一个 OK 这样子 应该看得很清楚 但是以机翼的比例来讲的话呢 这一款V级放大版本 它是比较大 而这个L级会相对的比较细长一点 哪个比较好看 我认为 Lead级的这个机身是比较漂亮 比较优美的 这个呢 就显得有一点点胖 不过它本来是V级放大到这么大之后 可能比例来讲 会稍微一点走掉 那么我要讲啊 你千万不要拿这一款的 这个材料的硬度来跟这个Lead级的相比 你会大失所望 这个Lead级的一个胶的话呢 基本上是稍微有点 不至于说脆弱 但肯定不是很厚实的 而且呢 它的一个 在第五级那个模具 一个飞机头的这个地方呢 按下去 它就可以打开的 这是它的另外一种所谓的一个 也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战斗形态吧 这个呢 很容易去弹开 但是呢 在这一款呢我不知道是我现在呢 比较知道怎么玩还是怎么样 它的话呢 基本上你要把它扣紧呢 这个呢 是不可以按下去 这个地方是要 拉起 拉起来的情况下呢 它才能够扣得紧 那拉起来就从这个地方推下去 你看 推下去它会凸起来 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扣得比较紧 然后前方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尖端 再把它捏紧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的翻到这一侧 从这里往后面推 它呢 会扣得更紧一点 我觉得它的密合度呢 比我之前拍影片的那一个呢 我觉得 要好上的非常的多 那么再来 它的 后面的火焰的这个特效件 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第五集 那个是黄色的版本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这个是有点透明橘的一个感觉 好 那特效件的部分 就是如此这般 武器的话呢 没有做其他修整 还是在上面会晃 那么呢 因为它是在盒子里头 它是一个载具的形态 光这样看的时候呢 第五集美版的玩具呢 它是机器人的包装 你可以看它身上有战损 但是呢 在这个MP14的身上呢 你只能够看到飞机的头 这个地方 它是还有一些战损的 一个涂装上去的 那实际上变成机器人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它的身上还是有 所谓手工的一个 战损的一个涂装 还是有涂上去 而且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我在网络上呢 已经看过其他同好的照片 他们的一个 无损的部分呢 和我这一款呢 是很明显的不同的 再来它的配色呢 具体来讲 跟原本的模具有什么差别呢 原本的模具 它的配色呢 跟模具class是完全一样 是比较偏暗 比较偏 暗中有带一点绿吧 跟这个差不多 但是这个呢 有加一个比较亮光的感觉 是没有这么亮而已 但基本上就有这种暗暗的色调 而这一款的话呢 它则是变成了一个 我赫然发现 它身上这个 其实 它这个整 它这个其实是有上漆的 你如果用力去变形去刮 应该是会刮伤的 它这个配色像谁呢 这个 MP36 OK 它的配色其实 跟它是非常接近的 当然我手上这款是黑曼巴的版本 如果你有官方的MP36的话 你会发现它身上的灰 跟它的灰非常的接近 那它身上有一些 比较类似于金属的 这种比较稍微金属铁色的这个部分呢 则是跟这个 筋骨的这个部分差不多 因此呢 这款MB14的配色呢 基本上吧 你可以称呼它为是 MP36版的 第五级的Megatron 当时我在介绍第五级美版的时候呢 我没有提到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驾驶舱的部分呢 是可以打开的 而且打开之后呢 它里头呢 还有类似于驾驶座的一个刻画 这一点的话 当时我是完全没有去注意到 那么它的一个其他的玩法 就载具一下的话 就是后面的特效键 以及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自动弹开的一个功能 这个炮的话呢 你要拉开也是可以的 那么配件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暂时的 先将它给取下来 扣的还是比较紧的 好 那这个武器的部分呢 没有能够卡准 这是它跟这个Voge Class相比 比较可惜的地方 它这个卡准的话呢 如果是用成方形的话 就会扣住了 那我们呢 接下来就玩一些 简单的一个 像三遍嘛 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把它 这个地方 由下往上打开来 那这个部件呢 就可以把它往前面折 这个呢 也是它在包装盒里的一个形态 它是以这个样子呢 去做一个包装的 好 如果说呢 你有一些 星战啊 或者是有一些 看一些科幻电影啊 什么的东西来着的话呢 你就会对它的这个 载具呢 会多做 多做很多种不同的玩法了 那配色来讲 我真的觉得是挺好看的 它这样一体看上去 呃 虽然不是那种 非常亮的金属色 但它这种光泽的话 就是质感度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之OK的 那唯一比较 呃 这个地方 就是变形的时候呢 这一代呢 折进去的时候呢 可能会稍微去 有一点刮到 这是我觉得 上了这个期之后 唯一让我觉得 有点小小恐怖的地方 其他的部分呢 我可以跟各位说 这一款的 呃 涂装带来的新质感呢 是可以让人满意的 那我们呢 在示范背景之前呢 跟各位提两件事情 第一 我呢 把这个玩具呢 装上了第三方 所推出的一个可动手 这是标准Leader机 在用的可动手 之前买的 但是因为我的Leader机卖了 所以呢 留到现在 终于跟MV14 做一个结合了 完美的一个 可以变形 没有任何的一个感染 再来是他身上的 这一些 所谓的战损涂装 其实 它是会掉漆的 OK 你把玩的时候呢 如果你手上有汗啊 或者是不管你有汗 没汗 反正你手上有温度的话呢 其实它是会掉的哦 会慢慢的被我摸掉的感觉 手上呢 可以感觉得到哦 所以呢 这个部分 就是各位你要心里有数 这一些战损的涂装 是会掉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 一个变形吧 首先这个起落架的部分 推进去 武器的话呢 给 拿下来 我们先从 背包做一个变形吧 这个部件按下去 然后呢 这个部件呢 往上面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呢 它的结合 位置有一处 两处都给松开 我的习惯了 是先把这一块部件呢 给往前面推 往前面推之后呢 把这一块部件呢 把这一块部件呢 这一块部件 这里有一块部件 这块部件往前推 我先变一个 我说我觉得它最可能刮漆的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有个缺口吗 这个缺口就是要容纳这一片 它的话我会习惯是这样 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让它躲过去 然后呢 让这一块部件呢 这个咬进去里头 这样子 它是会这样卡进去的 那因为这一段的一个变形呢 真的是比较有刮漆的危险 所以特别跟各位做个强调 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的话 那也就算了 这个地方 抬上来之后呢 把这个部件先往前抬 再把这个部件呢 从这个地方推过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 这一块 这一块给塞到这里面去 那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 把它给小心的塞进去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的一个变法了 然后呢 把这块部件整个的往上面挑上来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往下面折 这样子 再把这个部件呢 由外翻过来这一边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个部件翻出去之后 这个垂直尾翼的部分呢 塞到这个洞 放进去 这个部件呢 像蟑螂翅膀一样的部分呢 把它给推下来 那我觉得MB44的 这两个地方的卡扣呢 比每一把呢 要稳定很多 基本是不会掉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比较舒服了 然后腿的话呢 直接的从这个地方 拉出来 翻过去 最后盖上小腿那个盖板 另外一次的变法也是一样的 这个腿这个时候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卡扣了 你要推出来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阻力的 这边盖上去 两条腿的话呢 就算是完成了 其实它的一个手臂的变形 是比较复杂一点点 这个是跟Legion Class 很接近的一个变法 你可以先把胸口给打开 胸口打开的时候呢 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洞的 这个洞呢 是要扣里面 这里有一个凸 当然你不扣也是无所谓 影响不大 身体上半身的话呢 先到这边做一个standby 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两个手呢 给打开了 两手打开 你可以先把它给弹射开来了 这个时候呢 把它的镜头似乎跳得太高 我们呢 两侧给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你可以留意到 这边 这个地方比较长 这个地方扣进去呢 这里呢 我觉得受力比较大 你要稍微有一点揉劲吧 让小心的把它给拉开 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再来就是把手臂的部分呢 手臂的部分 这一块部件 它这块部件 你看到中间这里 我先把它翻出来 再给各位看好了 它这里 它这里有一块部件 跟内侧是卡住的 我们先把它给折这样子 OK 这边 好 它的一个 这边 这一块部件 跟这一块部件 基本上是卡住的 这个时候呢 把它给翻出来 再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可以从内侧的 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 翻出来了 再把这个盖板呢 给盖上去 另外一侧的变形呢 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打开 它是这个地方呢 是有个凸 这个地方是有个洞 两个是互相卡住的 翻出来之后 手臂呢旋转 到一个正常基线的位置 扣上去 先把身体的部分呢 往上面 利用这一带的关节 把它挑起来 把它给做一个结合 扣上去 OK 结合完毕 手臂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这样子的 首先的话呢 这个 这一带 这里 突跟到这个地方 把它给松开来 再来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 整个部件呢 先往上面提上来 往上面收上来之后呢 再把它折进去就行了 那折进去的时候呢 就这个可动手的部分呢 就必须把它给 推出来 因为里面的空间呢 这个时候呢 是要提供给炮的底座 来做一个使用 所以它这个手臂的一个 内部呢 这个时候会被 这个手炮的部分 折进了之后 会把它给填充 没有到填满了 但是呢 相比较这一边的一个 大空洞的话 这边可能还稍微 好一点点 那么呢 这个时候手臂呢 把它做一个正常的摆放 手指的话呢 就是稍微整理一下吧 这个炮 你要不要拉出来 就随便各位了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MB-14 这个Leader Class的Megatrop 从一个外星的战斗机 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 MB-14的人形 整个涂装的话呢 会比美版 应该会浅上非常多 那每个人得到的战损的风格 会是不太一样的啊 你各位可以对比一下我的一个版本 和各位是否有所不同 以及这一次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一个头雕了 有了一个雪色版的一个涂装 这个红色的部分金属感 还蛮强的 那头盔的部分呢 我双这一款的一个 变形的一个机构来讲的话呢 并没有说特别的一个灵敏了 还是需要一个 OK 你看有时候还是卡的不太紧 很多人说这个结构很好玩 我是觉得有加分啦 但是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不是你没有想的那么样的一个 OK 一样吧 头雕还是感觉挺猙獰的 做的不算差 不算差 那主要就是这个 看一下这金属红的一个质感吧 那这个面罩的话呢 就是再按一下 后方有个机关 可能有个童话根本就没有这个模具吧 都一起做个简单的展示 那么玩具本身呢 胸腹裙甲是没有参与变形的 主要是手部 还有这个背包的部分呢 来达到它的一个机体的一个转换 背后这块呢 就是如此这一般了 它的一个紧度来讲 比美版我觉得好上很多 那么整体的配色呢 我们就拿直接 这个时候请MP36呢 来跟它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这个玩具的体型 还真不是普通的小 那站立的时候呢 因为背包稍微有点大 腿部的话呢 稍微重心把握一下 这个是他们两个身高的一个对比 真的相差还是挺多的 你这样对比一下 它的颜色呢 还是会比它呢 稍微厚一点 那是因为呢 这个是主要是身体的 机体的部分呢 这个飞机形态下 整个外露的部分 现在是在背包的后方 那这个金属的 这个灰的这个部分 跟它的金甲 几乎配色是会 非常的接近的 那我是不知道 各位你怎么想 我的话呢 我会觉得第五级的 一个标准的配色 以Megotro来讲的话 当然是以这一款呢 作为最有代表性的 那于Atomus Prime的话呢 我倒是觉得这一个 当时在香港 限定发售的 这一个版本 我觉得它是最能够代表 第五级的OP的一个 OK The Last Night的一个 标准配色吧 因为呢 已经装上了可动手 那同学们可能 还是会担心说 这个可动手的品质怎么样 我就稍微做个 简单的介绍吧 它的每一根指头呢 都是有根部 跟中间的一个关节 每一根指头呢 都是两层的关节 那装上去之后呢 还是手手臂 如果你装到卡的到位的话呢 它都是可以达到一个旋转的 不过我要提啊 因为我这个可动手呢 我是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 就已经买到 然后一直没有装上去 放在普通的房间里头呢 它上面的这个漆呢 不知道为什么 是有一点点 就是好像溶掉的感觉 它整个关节会粘住 后来我是小心的 把它推开之后呢 再全部上一点细油之后 这个可动啊 还有一个稳定度呢 就好像很多了 那你如果装的卡到定位的话呢 手臂360度的旋转呢 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因为它本身呢 这个是会滑动啊 所以你在推的时候 尽量把它给推到底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 就是说武器能否能够握得紧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以我手上这一款 尽管我已经加了细油上去 但它还是可以 做一个正常的一个握持 那如果你觉得它会松会晃 那你装回原来的版本呢 也不是不行的啊 这个是它原本官方的一个可动手 我已经把它给拆掉了 L米卡灯的可动的话呢 基本上算是普通嘛 标准的L级的一个可动啊 头部呢360度的旋转可以 但是不是球关 上下看呢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手臂也是可以360度的旋转 平举的话呢 这只手臂呢 可以完全平举 另外一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那一样都有二头肌 可以做一个转动 手腕本身是可以转 手腕本身是可以转的 但是呢原本的一个模具呢 是没有可动的指头 这个是可以 腰身无法动 裙甲的话呢 这一片可以左右 稍微的动一点点 这一片裙甲呢 则是可以往上面抬起来 那么这两片呢 是一个软胶部件 那么因为是软胶部件呢 所以呢 我就这个地方呢 连接处呢 我也给它上一点细油 做一点简单的润滑 做一个保养 那外摆内收的话 可以转动 这个地方也可以转动 变形的时候呢 这里呢有需要呢 是可以把它给折开的 那这个地方呢 人形象呢 就请你把它给锁紧吧 那脚的话呢 有一点点的一个接地性 一点点并不是很大 这个幅度 并没有说让人家觉得很满意吧 还是稍微有点 只能说勉强 勉强还可以啊 有 但是呢 并不能够用的非常的灵活 火焰的特效部件呢 装载呢 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 从这个地方插下去呢 就可以了 在电影里头呢 其实我倒觉得 它这个火焰特效 是有点搞笑啊 在电影里头呢 它只是坐在这个 废弃的一个台车上面 然后喷出火来 去烧一辆车子 还烧什么来着 表示说我现在很生气 而已 这是用来表示 它愤怒状态的一个 火焰特效啊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这个MP14呢 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最大的卖点呢 就是这个 雪色版本的新头盔 以及呢 飞机形态下的配色呢 那一层的那个漆呢 让它感觉比较像 MP36的那种配色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 比之前的美版 或者是日版的配色 好看的很多 但是毕竟啊 现在这个是新品 价格还是比较高 那美版跟日版的话 特别是美版的话 现在台湾 已经降到大部分台币 是1000块钱左右了 那你看你是 有没有对这个 雪色的头盔 有没有特别的偏好 或者是说你对的 觉得它这个 有点像MP36的 这种飞机形态的配色 你有没有喜欢 那你再来决定 你是要取舍便宜的美版 还是这个 感觉质感提升不少的MP14了 这个就看你个人的抉择吧 那今天呢 就跟各位一起来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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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